赵女士的房子在海宁蓝园小区 89平方总价170万 房子交付后 她通过朋友介绍 跟一位张先生签订了装修合同 双方约定装修总价12万 对方一开始跟赵女士沟通时 在微信中表示 我种合同手信用 会当样板房施工 不过赵女士说 对方开工后多次提出加钱 目工结束 在开始一波波建议我们换材料 她说要做油漆了 等于说我们改装了一下油漆的颜色 那么她说要加两千块钱 两千五 油漆做好了 再说地板 她又来一个花燕金 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不多的 就是按照你的地板做好了 那么她后来就说 地板下面要做一层东西 你必须要加一千五 后来她说要加我们也加了 现在到最后 等于说她没地方加了 就是说她亏了要管理费 赵女士介绍 最近两个月 装修进入收尾阶段后 工程进展就变慢了 他们一再催促 对方提出要一笔管理费 五千块钱 后来她接受了 准备装修完成后再支付 如果按照她这样的做法 她就是做一步要一点钱 做一步要一点钱 所以我不反应 因为管理费 我必须是房子弄好 我才给到你的管理费 那她现在就是说 要我们管理费 先给到他们才做 不给她 就是说我不做了 我越做越多 越亏越多 赵女士的装修合同中 甲乙双方都是个人的签名 赵女士说 她不知道对方具体 是什么装修公司的 也不知道对方的办公地点在哪 平时沟通就是通过电话 或者在家里 目前除了管理费 他们还有五千块钱 尾款没有支付 她希望对方能够先完成装修 现场可以看到 赵女士家门口贴着 中贯装饰张工几个字 和私人电话 我们先跟中贯装饰进行了联系 海宁许村这边有个南园小区 你们在这边有项目吗 像我们这里没有人 我把她电话报给你 你查一下看看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 随后接着电话联系了 给赵女士家装修的张先生 他说自己是私人装修队 在赵女士家门外贴 中贯装饰和自己的电话 是为了看起来靠谱 张先生在电话中介绍 装修过程中让业主加钱 都是增项产生的费用 最后收取的5000块钱管理费 是跟房东商量好的 到了支付环节才出了问题 经过沟通 张先生同意 找时间再跟赵女士协商一次 后来中贯装饰方面 也联系了记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张先生同意 对于这一步的交通 就能够修备 因为小约的交通